三年前,一名枪手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个拥挤的剧院开枪,这一事件唤起了一个有技术天赋的15岁学生的使命感。 我基本上是着手加强枪支的安全。 凯·科罗夫很快认识到,筛选出每一个有意愿买枪的危险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他意识到还有其他射击枪支的悲剧,他能为此做些事情。 在美国,每3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死于或伤于枪支。 科罗夫决定设计一种枪,除了主人之外的孩子或陌生人打不响的枪。 我非常想阻止这种孩子意外死亡。 在16岁的时候,科罗夫做出手枪的塑料原型,只有当他识别用户的指纹时才能发射。 他的发明在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节上获得第一,他还赢得了由聪明技术挑战基金会奖励的5万美元奖金。 我一直在使用那笔奖金,进一步发展我的技术。 近年科罗夫18岁,他正将他的技术结合到一个金属枪支上。 他设想着指纹枪支与一般枪支并排销售,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,包括波尔德县的警察局的凯恩·杰夫斯。 我知道有很多人将枪放在床头柜上,因为他们希望容易拿到。我认为这个发明能够应付这种习惯。 这位副警长对这位年轻的发明家有一个请求。 当你做出一个原型,我很想用它射击。 明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课之前,凯·杰夫斯将继续研究这种指纹枪。 美国之音施洛德,科罗拉多州,博尔德市报道。